我現在上去八下 如果我見到是民居的 我當然是U-turn掉頭下來 因為你知道誤闖民居 他們放村狗 落閘放狗 那我就慘了 所以 我看看我可以 上去哪裏 那裏已經見到民居 當我上去民居 那裏 我便截反 我便截反 這裏也不算是山路 山路就像這些 是沒有樓梯的 但是樓梯 它有練習和健身的功效 而且 人類整了樓梯 某程度上是安全一點的 只要你不跑下樓梯就安全了 如果你跑下樓梯 便必安全 這條 不知道 這條可能是動物走的 應該不是人走的 動物會爬的 我想看在香港哪裏有蛇 或者是蜥蜴 小隻不要緊 要的 總之看到有蜥蜴就行 大一點就好 因為如果小的那些 壁虎那些 在瑞和苑那裏都已經有了 這裏民居 不敢亂闖 告訴你 我去到這裏 就來這個分岔路 看看他去哪裏 這裏 這裏也是民居 我覺得這裏也是民居 我想我現在 不再繼續闖下去了 我覺得會出事的 那裏是民居 是不可以演技的 我看看這裏 看看 我現在探一下路 有些什麼緊急事故 就衝上去 民居也要衝上去 不是怎樣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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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正在研究 你知道嗎 看在那裏 哇 砍了這麼多粥 砍了這麼多粥 你看 我很喜歡粥 我覺得粥很靚 你看 吹到 吹到搖搖肉醉 怕不怕 如果是大風 打風那些 真的 大哥 他不是搖搖肉醉 那麼誇張 但是你看看他 他那麼高 如果打風呢 吹 但是 希望他堅持得住 是不是 看看周圍的東西 今天穿短褲 是應該出去曬的 不應該在樹下 在樹下 外面是沒得曬的 還要給蚊針 那 不是我要去的路途 但是我到處考察一下 看看有些什麼 值得關注的動物 小動物昆蟲也好 就算是蜘蛛也可以 因為我說過 蜘蛛和龍有沒有關係 現在就不要緊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但我說過 萬蜘也可以 萬蜘也可以成為龍 萬蜘也可以成為龍 你看看 要好好地觀察一下 如果太快的話 就看不到 那裡是什麼 蜘蛛 垃圾 真的是 撒垃圾 就是村裡的 那些 村裡的垃圾堆貼區 是不是 我可以這樣說 就在那裡 這裡的嗎 我要留意一下 除了鳥類 已經看到有些 小飛蟲 但是小飛蟲 是沒有什麼研究價值 我覺得 那些蜘蛛 烏鷹 那些 小飛蟲 那些 看看 看看 唉 唉唉唉唉 隨便 我對這些學名不太熟悉 不過呢 它都沒有什麼可以吃的野果 全部都是只有些葉 葉如果在緊急關頭 都可以吃的 但是 你不可以 就這樣撕掉它來吃 洗了它 我想要熟熟 它不單止要熟 是要熟熟 才能吃得下肚 但是你吃下肚 又不知道有什麼營養 就是這些樹葉 那些草也是 問我吃不吃得草 我想煮熟熟 應該吃得的 是不是 人家神龍士 嘗百草 我想它都 我想它都不是 就這樣放進口裡 是不是 也有可能 放進口裡 因為神龍士 就是鹽低 這些葉很常見 但是我就 不要在這裡 待會 待會村民 懷疑